君子兰的叶片长得不整齐,长歪了,怎样矫正呢? 还有的,无缘无故的黄叶,烂叶,怎样预防呢? 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盖花卉 君子兰开花虽然是非常的漂亮,但是时间却非常的短暂 在一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官叶为主 要是把它的叶片养成,树看就像一条线,横看呢,就像一个扇面 那么我们在每次欣赏它的时候,心情都会特别的舒畅 所以,我们在养护和摆放的时候,方法一定要正确 否则,它的叶片就很容易长得齐长八短,或者是前后不整齐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叶子比较容易发黄,或者是没烂 这两种情况,不管是出现了哪一种 那么它的官赏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今天我就讲解一下,在日常的养护过程中 应该怎样做,才能够避免它的叶片长歪,或者是发黄和腐烂 咱们先来讲一下,怎样才能让君子兰的叶片长得比较整齐 君子兰是一款相光性特别强的植物 也就是说它的叶片喜欢向阳生长 哪一面的光照稍微的强一点,它的叶片就会向哪里生长 所以,我们在摆放的时候,一定要让它的叶尖朝着明亮处摆放 要是摆放的位置是南面,或者是北面的窗台和阳台 那么就拿北摆放 千万不要为了节省空间,或者是便于心上把它横着摆放 否则整盆的叶片都很容易长歪 由于叶片的去光性很强 所以需要每隔10到15天的时间,把花盆180度转动一次方向 要是发现有个别的叶片突然的长歪了 那么就需要我们人为的去给它矫正一下 对于那些长歪的叶片,矫正的方法有两种 比如说这一颗,它的新叶片,也就是对上面的叶片已经长歪了 我们就可以使用局部遮光的方法来给它矫正 可以找一个烟盒里面的锡纸 叶片往哪面歪,就遮挡哪一面 找一个取别针,或者是松弛的夹子夹一下 要是没有锡纸,也可以使用空的牛奶盒 或者是扑克牌,也是可以的 但是注意,夹得不要太紧,以免把叶片夹伤 一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矫正的结果 我们发现长歪的叶片已经长回来了 但是这个方法仅仅是对新叶片效果比较明显 如果是老叶和底叶使用这种方法就不起作用了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方法 比如说这一颗是底叶长歪了 我们就可以找一个硬纸壳,或者是扑克牌 然后再找一个夹子,把长歪的叶片给它捋齐 也就是让它给长得比较正的那个叶片夹在一起 大概需要十天的时间再把夹子松开,叶片就会回来了 再就是为了让叶片的直立性好一点,脉纹清晰一点 那么就需要在叶片还比较小的时候,把叶尖给它翻一下 不然的话脉纹就没有那么清晰,就会长在叶片的下方 我们可以这样操作,用手握住叶尖的上方 清晰的往下按压一下,往上用一点力 这样就翻过来了 翻叶的时间就好是在中午 因为中午的时候叶片会软一点,不容易把叶片给翻破了 接下来我再接着讲一下叶片矫正线的使用方法 比如这一颗叶片向下卷,就需要利用矫正线来矫正一下 首先需要量好叶子的宽度,剪下需要的长度,然后再量一下 把矫正线的一端这样折过来 矫正线预留的宽度需要跟叶片一样 然后从叶尖处这样套进来 就这样放在需要矫正的位置 然后压住矫正线的中间 把矫正线的两端少少的用一点力往上窝一下 如果是卷叶比较严重,可以考虑使用两个矫正器 这样叶片的直立性就会好了很多 看起来就会比较整齐和美光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怎样预防叶片发黄和腐烂 因为叶片一旦发黄或者是腐烂 就需要把叶尖给它剪掉,显得特别的难看 预防的方法就是在高温和高湿的季节 使用高蒙刷甲溶液 来擦拭矫的叶片给它杀菌,消毒 浓度不需要太高 看见水的颜色为粉红色就可以了 使用的抹布尽量的柔软一点 要求叶子的蒸发两面都要擦到 剩下的水也可以浇灌一下盆土 给根削一下毒 这样我们的君子兰就会很大程度的降低 腊根和黄叶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呀